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拍了一段短片 不过我怕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发掘了V仔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用来煎食 近来V仔的好用程度 已经令我长期放在厨房桌面 想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就可以 里面还已经放好了今次新出的口烧三文字烤盘 真是一打开盖就用得 为了省时间,我倒少少油在烤盘上 再用刷子掃匀 上下烤盘都掃几下 其实我有想过可不可以不下油的 我下次真的试下不下油,看看行不行 之后关上盖子 教时间制去到5分钟 开始预热烤盘 以5分钟最好就是去准备一些食物 我去冰箱拿了几条小腸 这些小腸我已经是用水冲洗过 再用厨房纸印干 那为了容易吃,我就把它切成一半 我今天晚了下班 只想快点回家做些简单的食物 突然之间想起自己有一部新款V仔 于是我就在想可不可以用V仔机夹熟小腸 听起来好像比用锅更方便 又不用看火,又不用用锅铲反来反去 真是简单到放些食物到V仔机 教过时间制就搞定 讲下讲下,看到预热完成的绿灯亮了 我将小腸放到V仔机 将它们放得齐齐整整 然后就关上盖子 将时间制拧到5分钟 好紧张啊 不知今次会不会成功 如果真的得了的话 以后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试 一会就5分钟了 听到叮一声就知道够了 打开V仔,我都吓一跳 腸仔上面的坑纹真的好有趣 我现在放上碟给大家看清楚 吃下去还是好得 这次发达了 厨房神器可以这样用 这部V仔近来真的会有时间玩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这段影片 最近我改了一个全新的频道名 希望大家喜欢 另外我有一个IG 收录了很多我日常生活的点滴 和一个Facebook的专业 和大家交流煮食的心得 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 好了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 拜拜